张华县近年深耕文化教育培养学童软实力 在国内外相关教育竞赛中大放异彩 张华县教育创新领航者卓博元县长 20日在县府表扬张华县创意达人 期许县内未来精英能继续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发展茁壮 打造专属个人的品牌与突破旧有思维 齐心齐力让张华更深具魅力 看到了我们张华县的教育 不管是大学不管是高中国中都大放异彩 在我们美容美法在我们的世性教学 创意教学还有我们的拔河还有我们的烹饪 可以说人生能够让我们创造幸福的元素 我们张华县都表现非常优秀 包括我们的体能 包括我们的外表造型还有我们的创意 还有我们的拔河都非常优秀 我们给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同学在掌声里 我们要恭喜一下 感到非常的感动 我们以大家为荣 大家都是台湾之光 张华的骄傲 对于村上国小的一开始就是有拔河 前校长苏校长的时候大力推广 经过几年来的拔河 比一边上的更进步 今年刚刚好 这是很多年来没有生过的 没有典型 土法练钢 我们只有一些重量器材没有任何拔河机器 可是我们基本准备的我们都有 然后队员很真正的练习 然后其实在这中间很紧张 因为我是抽签选手 然后训练大概只有一个多月而已 然后很高兴能够荣获金首奖以及第二名 谢谢指导老师 谢谢 参加的作品是日宴 女子的日宴髮型的造型 然后主要是想法是从兰花设计理念 然后头发呢是 就是以紫色为造型 然后尾部为神色 然后这样做衔接跟服装 就是服装做衔接这样 卓县长表示 勉力县内教育人员继续春风化雨起心航 秉持对教育的热忱 适性洋才 让每个孩子的天赋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强健孩子们的雨衣 让他们能自由自在地 遨游在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创造学词的独特价值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导 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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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